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行情给我准备人 标股给我卡位子 今天这个大盘晃来晃去 大家都知道 在等台积电的法说会 那么果不其然 在收完盘之后 这个带来很大的一个好消息 明天整个大盘会怎么样的演变 大家最主要的要先看台积电 因为这几天这个大盘 处在这边一下涨一下跌 今天我这个大盘的资料没有带来 我直接跟各位说 关键价还是以昨天给大家的 十字上下缘 OK 好 今天先来看这个大盘的走势 大盘的走势 大家都知道晃来晃去的 但是台积电传来的好消息 我先来告诉大家 台积电出来的消息是第三季 获利3252亿 那么连增是54% 季增是36% 哇哦 第三季的每股EPS达12.54元 12.54元代表了一件事情 叫做创立年的新高 好 那个在盘后盘的时候呢 就是收完盘之后啊 台积电的这个那个骨架呢 有在波动那个旗子的部分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哦 这个行情呢不止这个台积电啊 明天还有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呢 今天红海还有今天F4其中的广达 今天广达红海先表态了 红海来到波段的高点 那么广达呢300块 最近呢我一直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不晓得你站在什么地方来看 首先呢看到这个红海这则news啊 不是今天才出来的 我当时跟各位说啊 这个news出来的时候呢 你对于这些股票操作有什么看法 一样是一则news 但是呢每个人呢 通常用看的哦 真的吗 那可以买吗 会不会嘴高 就在你半信半疑等待当中呢 红海今天来到波段高 哦波段高 波段高 我当时跟各位说啊 破200以下呢不买还真的很可惜哦 那一路看呢看看看看 看到现在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拉近哦 因为虽然字很小哦 我直接讲 这个辉达呢 有一个叫做GB200的这款东西这个哦 那我当时有解释过 这个呢是红海 它是第一款哦 它要供应的哦 这个很大的事情哦 还有呢红海它在墨西哥哦 是全球最大的做这个东西的一个工程 所以呢到了今天各位才发现这个红海呢 哎这个股价一层一层一层的走 那当大家看到这则news啊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大家想说啊news出来就出来 但是出来当中呢 这股价呢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然后今天很多人来问我说老师我知道你是宏家军的专门店 那到底呢这个红海还可不可以买 我稍后告诉大家 但是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份的资料呢 这份的资料呢所代表的是选股的重要性 不管最近的大盘怎么走 那今天呢这个大盘冲冲冲走走走上下晃 但是呢这些股票从10月7号 我想这边有三档股票 这一档呢你从10月7号就好 这档从10月7号也好 这档从10月7号也好 每一档都是喷喷喷喷喷喷喷 那么今天我把这个第一档直接拆开 这第一档其实有拿到都知道 那天我跟大家讲收盘收207对不对 那今天呢它的高度叫209 那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个时候呢我就直接开给各位看 这个也不需要再什么盖哦 诶这什么2 3 诶我好像看到一个红字耶 对啦就是红海啦 我想一个老师啊做成这样 把这个所有的基本面基本资料 所有详细的内容写这么清楚啊 这个市场上呢还是核三头一招 很多人拿到东西可能就是一个东西 但是我对于这个基本资料 它的内容还有它的未来的一个状况 发展的状况跟它目前它主要的是 有什么利基点我想我都写在上面 不管是红海写的这么多 一拳写的这么多 一特写这么多 五位就是大家把握每一次的主流英雄 今天主流呢当然呢我在Telegram有跟各位说哦 这个主流在哪里哦 一个就是那个机器人 一个是LED 那有把握的人呢 我想你今天看到这股价 就上去了那应该很开心 当然这些股票这个样子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 但是我先让各位看 这张股票呢从我跟你们讲10月7号 一直到这边呢已经涨幅32块 那当然呢一拳啦 一拳我直接拿出来哦 给各位看一下 等我一下这里 有没有 这边这边这边 有没有涨这么多 有每一个都有对不对 那当然红海更不用讲了 红海今天就继续的喷 当然今天呢我有跟Telegram的粉丝讲 我有一档股票呢 把它做全数获利了结 那所有的一切我等会跟大家讲 但是呢首先来看这个台积电 明天我们大盘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火花 今天大盘呢虽然是上下震了 但是没有过昨天的高点 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那么台积电明天会主导 大盘到底要上涂下破 首先这个news呢 刚才我解释过了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今天的K线呢 它是黑色的哦 因为呢从这个早上到这边呢 它是开到这边收到这边 因为呢有部分的人士啊 他可能心存的害怕 把它给卖掉 当然就是那个头发颜色不一样的 那形成这样一个做法 明天会不会翻盘 那大家呢把我的这个扫下去好不好 明天我九点半跟大家讲 这个大盘到底有没有机会翻盘 要直接猛爆 还是要走回撤的路线好不好 那关键价就是以昨天的K线的高低点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呢 除了这档股票之外呢 还有这个老大哥啊 哇今天300了 300啊 大家做梦都没想到这种F4啊 F1 F2 F3啊 都会这样子标标标标标 我说每一次的主流英雄当然不一样 那我们知道这个筹码面往哪边转 那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每次跟大家讲关键价 讲形态学 就是在于里面它所含的 主力的心态 还有主力的筹码 到底你进去的是买还是出货 那就不一样 当它进去买的时候 当然你要一把抓 出货的时候你要赶快跑 不然你就捏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先让各位看这档股票 既然讲到这个300 我们就来庆祝一下 今天鞭炮可以拿出来了 我会员很开心 然后说这个300耶 那天买的还觉得有点怕怕的 我说不用怕啦 我们做股票进可供退可少 昨天这档股票295 我记得在这一天叫10月15号 我很低调跟各位说 这档股票我低调扫货 因为当天这个市况 就适合大家扫货的 但是很多人说这种股票 大牛耶 能够赚钱都不是什么大牛 今天大家会告诉我 它是非喷股 那种股票从那天 我说低调扫货 滚量2.8倍 4.8万张 10月15号是这样的 它这边税步税步税步 然后这边直接这种形态 通常这种形态都是不用等了 直接就市价给它进去 因为它是这个平台突破的 那市价进去 当天我跟大家讲 我在这边低调买货 结果次日昨天 昨天涨到298 涨到298 我们从这一段来看 其实它是日K60红 那么日K60红 我请各位要准备好 要进货赶快进 不要再等 等到最后 你可能再去追加 就今天 303 这个303形成什么状况 日K70红 波段303 那我们要回顾 10月15号买在这 然后到今天 涨幅16块 那你要告诉我 今天是大牛吗 没有啦 能够赚钱都说 非喷标股 那这个是一只 你们说的大牛 那不管它是大牛 还是小牛什么牛 但是这个股票 还是要认明我 认明谁都没有用 因为大家看到跌 都叫你卖 看到涨的时候 叫你去追 我没有 我从底下一路一路这样子 不管怎么样 我就好好经营它 哇 很厉害 今天涨到波段高 那波段高 我们先来看 最后一张资料 大家记不记得 第二只脚的时候 我斩筋截铁告诉你 第一只脚的时候 我也斩筋截铁告诉你 但是通常 大家看到这个低档 低档爆量 然后来到低档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会杀股票 等会我拿证据给各位看 第二只脚的时候 不也如此 我说这边 你要赶快进货 你就赶快进 不要再砍到低点 一般的人 没有红海 看到低点就开始骂他 台股不行 台股要崩盘 结果从这边 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 不管底只脚 涨到今天209 涨到209的意义是 它重返200元俱乐部 那么这一边 这个记号 大家记得吗 这一天 我还跟各位说 新会员买进 那天市况并不好 我说新会员买进 很多人来说会涨吗 我说你拭目以待 我们从这个新会员买进这边就好 196.5到今天209 你知道多少吗 12.5 那更不用说第二只脚 这边到这边41块半 那我们来看整体的红海 今天这样对不对 今天这样 你要一只吗 你要一只吗 你敢买吗 我说那天 我买的比这个199还要矮 所以我敢跟各位说 新会员低节 从这里就好 看到今天的收盘就好 10块 这天才10月14号 今天才10月17号 就这样涨 你要说它是大牛 这叫金牛好不好 一直涨 那从这段过程 大家都知道 买股票是要买在没有爆喷之前 喷上来自己追就好了 像这个我跟各位说 要买赶快 他们就不理我 结果股票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 这一天全市场都记得 我说我定价买 就买到这里 那8月6号的时候 全部人都在骂台股 全部人都在骂红海 卖台积电 8月5号这一天 很多人更是说 这个不行了要崩盘 结果你们知道吗 我当时这边有卖 所以这边我敢跟各位说 你赶快结 那很多人掏在这边 当然看到这边一直在骂 你来看 历史一再的重演 从这边抓到这边 我一次倒光 当时很多人不相信 140 152 160 170 180 200 我是一路做上来 那这边过程就不用 你去看过去的资料 但是这一天我斩惊截截跟各位说 我全部卖光了 全部不管母股加码单卖光了 卖光之后呢 冬下来 来到这边呢 我说眼睛增大 低档爆量眼睛增大 低档爆量赶快吃货 乘几何时能够这样买 赶快买 买到不亦乐乎 结果再跟你讲一遍 这边赶快收货 这边赶快收货 结果呢 就涨涨涨到这边 这只是10月1号的事情 结果10月4号196.5 结果呢 一层比一层高 200 10月9号200 10月14 我说这一天不要看他黑黑的 要买要快 新会员买进 买到比199还要矮的 198 197.5 结果呢 啵 上去了 很多人说来到207.5怎么办呢 昨天再一次207.5 我跟大家讲价跌K红 注意了 结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啵 209 哇 观看这一段到这一边 哇 41.5 观看这边新参加的买的 都还有12.5 所以请认名 洪家军专门店 我下一集要跟各位说 我今天到底卖什么股票 而我转哪一档股票 要转哪一档股票呢 我先拿给各位看 这档股票呢 比较特殊一点 昨天很多人在问我说 老师这个名字取得很好玩 什么叫全自动 全自动呢 去想一下 像什么东西要全自动 这档股名叫全自动 让各位看一下 全自动 要买要快 要参与要快 下一节呢 有一档 我过去讲过很多新兴的 今天大涨 那么这些股票 你要霸占 赶快来问我 它的进货店 不然越到涨停 越买不到 今天有个消息 与大家来分享 这件事情呢 昨天很多人来霸占 你不要来捣蛋 我直接给你半价 那我如果不给你半价 你就来捣蛋 除了这样子呢 我再给你买一送三 好不好 现在赶紧 孔敏就要告 马上进来 能源投顾和分析师 今年本间K线88种形态 透析阴阳K线的奥秘 为投资朋友 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地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制服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明天一大早 注意一下台积电F4 全部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如果明天 这个F4的表现不错的话 昨天的高点很容易就越过了 越过就上去了 如果很不幸 有什么特殊意外 当然不是我们的意外 可能国际上什么意外 那就很容易 把昨天的低点跌破 这时候大家再多留意一下 OK 好 这时候各位来看一下 洪家军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他 但是有信心的人 总是会好好的呵护他 没信心的人天天就追高杀低 早上看起来不怎样 在于中场怎么样 这张股票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好好的把握 可是很多人看他没涨就不要 昨天这个鸟样子谁要 只有我报警处理 对啊 那这种股票 红海集团赔值的细光值 就叫做讯心 一涨涨15.5元 今天不只是价格上涨 滚量2.8倍 那这样的一个融景 你没有事先卡位 那就没有用 早上还有机会给你买 你不买都没有 你看这段过程 这也是滚量 这张股票滚量就补起来 当时这张股票呢 我最记得 这一天叫10月1号 最近的时间就好 才在这里啊 当时这份的资料 我不也跟各位说低调霸占 第四季的主角No.1 他从这边修正下来 七点黑 第一根的反转 你要参与就赶快霸占 结果呢 这边到这边 啵啵啵 一根红吃掉五根 从这个没有啵上来 主力吃货就是这样 这是最佳的教材 从这边涨到这边涨24块 结果到10月8号的时候 他在这边 我说红家军细光只留意一下 筹码已经有进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量 都很温和 结果呢 到了10月14号 啵 哇 所以你看标股要给霸占的人 给卡位的人 不然你看他涨在去追 好啦 你去追齿波高 刚好倒退6 四次就这样 所以你的股票不是乱追的 你要有策略的 你要看这个形态组合去买的 对不对 结果呢 到了今天各位发现 又上去 大脚又来 你知道吗 从这边到这边 10月1号就好37块 很多人说为什么涨这个 对啊 主力吃货已经是很安静的吃 他不会告诉你 我在吃这一档 大家都在买他买什么 所以你要记得 红家军的股票交给我就好 不然 这档股票不也是如此吗 很多人今天才去追啦 好 答案公开 我卖什么 这档 运操车开出来 健汉啦 我不是讲吗 标股要买在还没有爆喷之前 爆喷了就你自己追就好了啦 今天谁去追的 来给我自首 赶快来给我自首 昨天 前天 14号 哦 涨停耶 你看这几天就好了 15号 16号 有啊 今天有高点啊 高点我在盘算卖股票 你再追 运操车开出来 观看这几天的走势 有没有想到 10月7号 这种样子我告诉你 要买要快 可是很多人说 我看不出来 看起来丑丑的 形态组合 形态组合 每个人都知道单一K线 但是形态组合 你组不出来交给我就可以了 我当时跟你讲 这样 要买要快 有没有 有 扑 这边给你收获啊 你现在才知道吗 收获一根了 这根还真的很漂亮 一根红吃掉两个星期的盘森 那你就这样子买 这个又便宜 我会有买到200张的 这够你买 这样绝对够你买 不会不够啊 15号 喷 我还跟你讲为什么题材 功课我帮你做就好了 你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低轨卫星加网铜 对齁 16号 啵 哇 123 喷吐 为什么我今天一大早要买 那你知道你这样三天很厉害 你今天没有过高 那你就卖了嘛 对不对 那就卖完之后 变黑的 那我什么时候要再买 赶快预约下一次买点 你看我做股票很干脆 买买买 一次倒光 这边到这边7.65 那7.65是多少 24% 股票就这样做啊 当公开让我卖掉 那你今天还在追 哦来 追高的来自首 为什么在买 跟我一起 好不好 那这时候呢 我来开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这档股票呢 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今天一定很相信 来看一下 来标股大公开 哪一档 我一直跟你讲 主力低调吃货 这种连续多薪 我当时10月11号讲什么 这种形态 后续亦有大行情 欢迎预约霸占 有预约的都有霸占到 一样对不对 好 我再让各位看 今天的表现 蹦 是不是一模一样冲出去 买成这样 所以啊 本间K线有本事 预告在前面 有本事叫你卡位 这就我常常在讲的 标股给我卡位的人 到底是谁 三二一 看过来 一模一样对不对 证实的对不对 好 就叫精彩 好精彩 大阳线喷出 对 我当时跟你讲 后续亦有大行情 必备的基优成长国 可是呢 大家都半信半疑的 看到今天喷出来的 一模一样对不对 明天买点在哪边 还要怎么买 讲到这个啊 我想我要证实一件事情 当时给你的资料 没有一档 没有标的 首先看到鸿海 标这一段 今天标到209 那证明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叫一拳 我顺便讲一下一拳 从这边标到这边 对不对 这边标到这边 24.5 是不是这一档 对好 第三档 宜特 10月7号到这边 是不是标这样 对好 那我也跟你讲这张股票 爱赚多少 看你自己嘛 对不对 那我昨天跟各位讲了 我先卖掉 对不对 卖掉 好 那什么时候再买 欢迎来预约 因为基本面都写在里面 那今天的一拳呢 没有很强 那我对它怎么处理呢 好 来看一下 一拳今天发生什么事 哎 今天呢 它稍微回档 它本来呢 从昨天还涨到这边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今天什么样的状况 哎 今天没有在过高 也没有破低 但是量即缩 所以呢 全部报好 量缩整理 明日关键 明天到底要上图还是下破 欢迎预约同步操作 因为这一切一切 所有所有我都讲在前面 天天飙涨 你也看得到 今天这样啊 那重点是来自于先前要你卡位的 你跟着我 叫做拳头很硬 当时讲低调吃货嘛 各位比照一下 有没有 BOX上去 所以做股票呢 要切记 不要帮主力抬交 不要帮我抬交 你帮任何人抬交都不对 因为你成本化更多 那除了这些股票呢 这个很多人问我说 这个一拳第二是谁 今天呢 有准时进场 这一档 这档有准时进场 准时进场 那欢迎各位来预约 那至于呢 有人在问我今天盘中天 那个全新标股是谁 你猜到了没 来看一下 全新标股是谁 看一下就好了 看一下就好 全新标股低调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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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三遍 有兴趣的 欢迎来预约 今天呢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好康的 你赶快来把握 你不要来捣蛋 我就给你半价就好 好不好 只要半价就好 再给你买一送三 祝大家都能够赢在起标点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